来 塞东 我割着腰了 小鲜 你没事吧 我在邮件里说了 余存储盯上了你 赶紧跟我走 你的机会我看过了 赌注太大了 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搭进去的 这什么 洪杉的数据硬盘 爸 你给我 给我 我已经联系了杰森 他答应我的要求 我们用数据做交换 我跟秦柯赌一次 你相信杰森 夏同都相信他 我更是比我选择 我明天就动身去找杰森 我插个嘴 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再说吧 你怎么办 你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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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哥 调理吧 你离检言他们远一点 我知道 那些都是阿尔法的人 他们要抓的是我 我明天赶紧离开局机场 他们怎么跑来住酒店了 你不想住这儿 走啊 现在我必须要返回 找你 住手店 民宿 酒店 现在人不足 我必须要把猫的手扣 我 你怎么会被人損失了 你怎么会被人損失 你怎么会被人損失 现在我必须要把猫的損失 我必须要取回 我必须要返回负乳业 我必须要返回负乳业 事 事务所 恐怕会结束 好吗 这里是羽村组 你不是职业的财团 父亲被拒绝了 所以我必须要辞职 我必须要辞职 我 出发 两位预定的是一件踏坊 请下等 我们要3310房 肚蜜月的时候我们住的就是那间 这次还要那间 两位确定是3310吗 那是一间商务套房 我们也需要工作啊 那这样吧 我们可以免费为二位升纸位豪华套房 就3310了 我太太喜欢 豪华套房也是可以工作的 不用了 谢谢 好 两位稍等 这是您的证件还有房卡 谢谢 好 谢谢 开个标件 两个人 好的 请下等 可以给升个级吗 这是您的证件 还有房卡 好 谢谢 他们三楼 我们二楼 我这边 这边不能等 来 我不放心 小妍 我去楼上看一眼 你真好别去 那些可不是二把的人 宇村组 职业黑社会 他们要抓的是夏冬和建颜 你就老是在这儿待着 最安全 什么 不是抓我的 黑社会为什么要抓他们 工作上的事 商业调查 怎么还能惹上黑社会呢 你这种天天泡实验室的人 不明白的 你什么事 真好 不是 您能把钱扣转 什么事 就是 你 你不用太勉强自己 你要是觉得这个方法太冒险 可以选择退出 我让老方 送你和你的父亲离开东京 我自己去找秦柯 这样的话 我的父亲就会变成逃犯 秦柯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红尘暗眼永远不会水落石出 再说了 我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 秦柯跟宇村 那就相信我 可是这样真的太危险了 相信我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说点开心的事吧 我把清华园的房子买下来了 什么时候 应该是你在飞机上 和秦柯通电话的时候 老方人呢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这个房间很危险 我会有话要跟晓妍说 这些人根本不是阿尔法的人 是黑社会 得罪他们的是欧训不是我 所以让您跟老方待在一起 你跟我在一起会很麻烦的 他们要抓夏冬和你 你们还不跑还等什么呢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是你安排的 还是被夏冬安排了 夏冬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秦柯已经得了一线案晚期 他就有六个月的姓名了 夏冬想要将他绳之余法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惦记秦柯的事啊 我知道了 来东京是你们计划好的 夏冬根本没有跟杰森串通做伪证 杰森答应帮我 也是你们合着火在骗我 你把我带到东京 只是为了拿到红山的原始数据 我一直都很相信您 直到您亲口告诉我您骗了我 而夏冬虽然怀疑您 但是他决定相信我 所以我们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真的 否则我们早就拿到原始数据了 至于到现在这不田地吗 抱歉 我又让你们失望了 但是 要验证这些数据 需要很长时间 到时候这个世上 早就没有秦柯这好人了 到头来 我只会白白牺牲啊 白白牺牲 您认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牺牲吗 所以这就是你来我们房间的真实目的 是吗 你的房间是不是没有保险箱 我不放心你那个同事 东西房这儿比较安全 看看 开猎了 我让你和你 来 我说我说你 我说你 你咱回 我先把女人送給我 走 还一刻跪 我爸被他们抓走了 我得见过房间 爸 你没听见他们说的话吗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数据一般在我们房间保险箱里 老婆 解冒生不见了 我去找他 不找不知道 你一找个吓一跳 我家打当全是余存的人啊 实际来不及了 我得回房间 跟我来 跟我来 拿着 开车 开车 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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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 拉到 码 好 我把三个人引到楼下了 他们不知道与专组 到底有几个人呢 走 还有一个 拼着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 简言 实在对不住 我就一眼没看住你 一怕就溜了 人三不如天三 就按照夏东的计划走吧 我去找宇森 按照原计划去找宇森 但不是你去 我去 同意 你跟他们是仇人 你去找他等于刺头罗网 虽然我跟他们有一些小过节 但是按照马修的套路 只要给他们一些甜头 就能被糊弄过去 老师 军英盘地拿着 回上海 你们都走 我哪儿都不回去 我在这儿等你的消息 如果你没谈闹 你告诉他 可以拿你来换我 不可能 我有别的计划 说来听听啊 女人在哪儿 我去 进入口网网网 明白了 明白了 坐后梯 从厨房的后面出去 收个东西 嗯 你来 我来 进入 是 一群废物 你害我永远地失去了 马修这位刚开的朋友 我可以饶你一命 我可以饶你一命 左手还是右手 你自己选 我父亲呢 你父亲 原来那个老残废是你的父亲 幸亏大导告诉我 他是个金主 不然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直接就可以给解决了 不过你放心 我要的是你和夏冬 只要我找到夏冬 我随时可以放了你父亲 你放了他 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关系 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我就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你要不要听听我出的价格 我告诉你 宇春处从来不谈价钱 八百万美金 对吗 你以前跟马修不就是这样谈的吗 不过我查了一下 我训东京部给您造成的损失 马修答应您的那些我不能兑现 剩下的大概 不到六百万美金 五百九十七万五千ドル 等等 就六百万美金 二十四小时 明天中午之前 一份也不能少 杰森 没打扰你休息吧 终于登老列的电话了 硬盘现在在我手里 按照约定呢 我随时可以交给你 但是考虑到 秦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更改一下计划 原稳气象 事先你得答应我 无论碰到怎样的风险 你都会在游戏中 纵险不是问题 我看重的是汇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错 算我一个 遵旧 buff ơi 喂 秦总 身体好点了吗 我记得 你不让我再打搅 你们妇女的隐居生活 你又先收到了吗 这里只是红杉数据的一部分 其他的在我爸的硬盘里 自作你也不可活 不过这些数据对简茂生非常不利 你这个做女儿的 总不会大义灭亲吧 是走投无路 跟人的命相比 其他的都不算什么 这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不就是一只手吗 总不会失血过多死了吧 他在雨村手里 我也是 那你就等着收尸吧 不一定啊 我需要一笔钱 什么意思 人未才死 这点你们不是不值得 是吗 六百万美金 从雨村手里买命 好啊 那你应该去筹钱啊 干吗跟我联系 如果你不肯给 没有这笔钱的话 我可以去找杰森 杰森会给我 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把硬盘给他 那红杉案件当年的事 可能会被翻个底朝天 可是你让我一时到哪儿去 筹这六百万啊 那是你的事 今天午夜之前 你必须把钱给我 这是雨村给我的事 账户已经有钱给你了 六百万 六百万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有个附加条件 你要把夏冬 交到雨村的手里 把夏冬交给雨村 我只有确认 夏冬在雨村的手上 才会给你转账 只要夏冬在 红杉案 TSE这些事 都不能消停 包括你附近 剑毛生在内的那些人 也不得安生 所以 我要亲自了结夏冬 结束这一切 夏冬在上海 你让雨村怎么一天之内 抓到他 我听说 他去东京找你了 雨村抓不住他 你可以 希望这样的代价 真的能还会当年的真相 接约 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 吃起你了 那就知道了 你打算要 你的帮忙 你还要 这么啥 你看这些事 你还要低胃 这样 不然的话 你也会像他一样 左手右手随便跳 我积蓄钱 六百万美金 您目前的账户存款 不足五十万 要是把房子卖了呢 急着卖的话 最多六百万美金 积售 抵押 借款 不管什么办法 就算少于六百万 不然我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也要拿到这笔钱 那只能五百万 好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喂 喂 你好 秦先生 是啊 我是派斯普安珠宝的玛丽 你之前既卖在我们这里的那枚钻戒 已经被人看中了 出售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对方已经支付了订金 剩下的尾款 会在接下来一个月里付清的 一个月不行 我急着要用钱 今天就得付给我 我们只付的计卖 作为中介方 我们不负责付款方式的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自己跟他联系 去吧 好 你好 请客 让您久等了 好 打扰了 好 菊薇 好 我听店长说 您对这枚戒指的付款方式有疑问 是这样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按照这个购物合同 您应该是在三十天之内 结清剩余的所有围款 但是啊 我现在急需那笔钱周转 您能不能 今天就把那钱给我结了 不可能 那这样 我少收您一点货款 不需要 那这样 您把戒指退给我 我拿去抵押 我退给您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不是违约金 是定金 而且是双倍 菊小姐 您知道我真是急等着那笔钱用 帮我个忙 好吧 需要那笔钱的人 是检研吧 我听说 他欠宇村组一笔钱 所以来找你借钱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看来你并不了解夏冬 你连他最好的朋友 最重要的渠道你都不知道 不是最好的朋友这么简单吧 你现在这么慷慨相助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夏冬 而是趁人之危横刀夺爱 简研跟宇村组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可是你知道现在简研需要这笔钱去救人 你也知道夏冬一定会帮他 你这个时刻见死不救 那是要置简研于死地啊 夏冬也知道 沐昕会有两件事情不做 一是借钱 二是担保 你可以不帮忙 但是你为什么要阻挠我 我为了夏冬 你跟简冒生对夏冬做了什么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就算夏冬一时被爱情冲破了头脑 拎不清跟简研的关系 他还有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在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跟简冒生的 如果宇村一下子能对付你们两个人 那我真心感谢他 还有 听说你的那枚戒指是被退订的 是付不上尾款了呢 还是被人拒绝了 如果是被拒绝的 那我就更不稀罕了 我到时候把钻石取下来找一个设计师 重新再设计一枚新吧 这个停车库吧 你不进去吗 你还是自己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我有点怕 他在电话里面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可能是去瑞士执行安了死的事 不是说圣诞节以后才行吗 他最近对指动药产生了那药性 申请了提前过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能陪我在这儿过一晚吗 你住客房 我爸他不会允许你 我住哪儿都行 这样能陪你 赶紧进去吧 我还疼你 走 晓晓 爸 晓晓 生日快乐 爸爸上次给你过生日的时候 还是你九年级在巴黎 后来我一直忙着工作 疏忽你了 别生我的气 好 你在搞什么 谢谢你 阿文 戏眼得不错 叫天赋 那是因为千朵太单纯 对亲近的人没有防备 你早就知道啊 千朵 生日快乐 好 我看了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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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可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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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哎呀 这 你加个水 都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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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能来 再怎么说千斗现在还是我的下属 他的生日发提 我不能缺席 他永远都会是你的好读手 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 替我照顾好前途 替我照顾好前途 一早就知道了这些 所以才帮我爸骗我过来的是吗 这是你爸的意思 想给你个惊喜 我没理由拒绝他 当然是惊喜了 今天根本就不是我的生日 我知道 苏珍也知道 你爸他已经决定了 这个周末就去瑞士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每次我都是最后知道真相的那一个 什么事都要瞒着我 现在你开心了吧 他要去结束他的生命了 你的好兄弟夏冬 总能早日解脱了 千斗 千斗 放开我 听我说 你这次来参加派对 就是为了庆祝这个大好消息 是不是林俊文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冷静一下 千斗 走 我是想帮小冬 可我从未没想过要伤害你 放开我 林俊文 我爸说得一点做都没有 你真的很有演戏的天赋 我只是想保护你 保护你的纯真 我不想让你跟我一样 对家人 对亲切 失去细心 这件事情不怪阿文 是我强迫他这么做的 我想在离开之前 举办一个热闹的生日节目 你怎么不说是自己的生日 说是我的生日 苏珊才会来 你们这一群人嘴里 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呀 我去跟他聊聊 像我爸的气了 为什么突然要提前去瑞士 你不想念夏冬 想念你的团队 只要我走了 他们才能回归 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背叛你 我接受不了你的过去 但你始终是我爸 对不起 千冬 是老爸让你为难了 不过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会有难处 夏冬和我都不会影响你 包括红杉案和TSE丑闻 和你之前泄露客户信息秘密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 从今天开始都跟你没关系了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有老爸做不到的事情 你还记得你七岁生日之前 你的那条小狗几几死了 你说你的生日愿望 就是想让几几能够活过来 结果就在你生日那天 几几从沙发地也跑出来 跳到你的怀里 你当时高兴的那个样子 我永远忘不了 那时你又重新买了另一只狗 是啊 那时我从几十只约克夏狗里边 挑了一只一模一样的 还给它染了色 教它怎么藏在沙发底下 让它能够识别你的味道 你知道折腾了老爸多少天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他的尾巴洗了没几次之后 就掉色了 骞德 只有生和死 是老爸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会让你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为所欲为 这是我给我宝贝女儿一生的礼物 可是我已经不是那个 七岁的小女孩了 我一直没有好像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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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 好归,不, 不, 不,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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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